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忠 洛亞採訪報導 六四35週年多地啟動維穩公交車上查手機 六四事件35週年前夕 中國多地啟動維穩 知情人表示 當局用大數據嚴查社交媒體 警察在公交車上查手機 一些當局眼中的重點人物已被加強監控或被旅遊 北京市民楊生化名5月28日對大紀元表示 這次當局嚴查境內個人附近外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的軌跡 屬地國安 採取大數據篩查網絡 我認識的一個北京理工的大學生的社交媒體就被封了 通過大數據篩選出來的 原來在小紅書上發過不當內容 現在社交媒體上基本上不發聲的都上岗被監控了 包括維權律師卢廷格 我看他微信很安靜 最近 楊生表示 北京街頭增加了機動車隊的巡邏 配置就是兩個騎警加一台警車 這種情況北京及北京周邊都有 叫機動隊 當局現在完明的 我就監控你 給你壓迫感 另外 當局最近還在公交車內查手機 一輛車有三個警察查 楊生說 這種情況過去也有 天安門母親是當局每年重點監控的對象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為傑表示 暫時當局只派人在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林家門外把守 其他人的行動未受到限制 尤為傑表示 天安門母親計劃在六四前按照過往的做法發表記文 也會在六四當天到萬安公墓拜祭 據悉 在北京 與六四相關的維權人士已陸續收到要被旅遊的通知 其中 知名維權律師普志強已確定會被帶離北京 大紀元記者打電話給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 對方不接電話 河北民眾簽名 化名5月27日向大紀元披露 現在氣氛緊張 昨天早上出門遇到巡邏隊 還拿著電棍 真會氣 現在街頭很多地方查身份證 異議藝術家季風已被強迫旅遊 他5月25日在X發出配圖帖文說 只觀風雨 莫談過世 一年一度的旅遊 今天出發 季風去年六四前兩週 就被要求回原籍地貴州遵義 他日前告訴自由亞洲 六四三十五週年 因為每次六四的五週年和十週年 都是件大事 國外已經鬧得這麼兇 今年是提都不准 提三十五週年 也不准提六四 這次出去只能在遵義式周邊 就是在家鄉了 就不能走遠了 以前你到處都可以走 北京周邊哪裡都行 前年還去了平遙古城呀 就是到處都走 可能是財政緊張了 沒錢了 河南藝人士名符華明對大紀元說 目前還沒被打招呼 以往每年都會被喝茶 翻牆可能有些 VPN會被干擾不好用 上海作家馬生華明對大紀元表示 因為他在三年疫情期間 寫了很多文章批評封控和清零政策 是當局的維穩對象 不過今年他還沒有感覺 上海維權人士陳彦秋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自從張展出獄後 上海的氣氛已很緊張 臨近六四的情況有所不同 他形容當局是採取內警外松的做法 表面上與平日沒有大分別 但實際上已提高監控 以他為例 幾乎每天都有公安找他喝茶 如果不配合 會派人上門敲門 他相信 在六四前夕 針對維權人士的在地監控 會再加強 下面請聽大紀元記者下雨綜合報導 日本F-15戰機 首度攔截中共軍用WL-10無人機 5月27日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表示 當天上午首度發現中共軍用WL-10侦查 攻擊無人機 飛越東海日本防空識別區 日本航空自衛隊F-15戰機緊急升空回應 關於中共軍方無人機 防衛省迄今已發現四種機型飛行 日本戰機緊急升空確認WL-10侵入日本防空域內 尚數首次 據日本防衛省表示 WL-10從中國大陸方向飛來 至少繞東海飛了兩圈 隨後向大陸方向折返 這架中共無人機沒有侵犯日本領空 這是統合幕僚監部首度在空中 拍到這種中共無人機機種 也是4月1日以來 日本首次發布中共軍機動態消息 WL時中文名叫無真時或一龍時 由中共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製造 機身長9米高3.7米一展18米 今年3月26日 一架中共偵察無人機飛越日本海 航空自衛隊戰機緊急升空 執行監視行動 這是日本戰機首次攔截中共無人機 27日 一架中共運9Y-9電子間諜飛機 再次侵擾日本附近空域 日本防衛省當時表示 這架無人機是中共WC-7無人機 沒有侵入日本領空 現有研究表明 中共空軍和海軍 都部署了少量渦輪噴氣發動機無人機 這些無人機 曾出現在中印有爭議的喜馬拉雅邊境 以及臺灣防空區 調查機構Bellencamp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 中共已在吉林省東北部 與朝鮮接壤的伊順屯空軍基地 部署了WC-7無人機 2023年1月 日本雷達探測到一架WC-7無人機 從東海京戰略性的宮古海峽 飛入西太平洋 這是該無人機首次被發現 在第一島鏈行動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使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宣保黑參口服液 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冬醫保健 記載的九針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 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 RA RF RG3 RH2 為高麗人參 獨有的成分 經九針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體制人 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麗參 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 灶代 RG3的含量 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選保黑參中的人參 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